你们好 希望你们在家里好好照顾自己 多吃一点营养的食物 做一点运动 出门要戴口罩 如果没有什么急事 就不会出去 在家里就好了 好 那今天呢 我们要继续学习 我们基督徒的生涯 要以什么呢 要以勇敢的来宣告 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信仰 好 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 让我们这么美好的机会 可以学习你的话语 希望你恩高你不赔的仆人 让我们讲到的 我们听到的 都得到力量 我们奉耶稣祷告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基督徒 每一个十个 都受到魔鬼的攻击 魔鬼怎么攻击我们呢 我们的思想 那我们要看看 在这个三摩纪上 17章 大卫说了 这位受格里的菲利斯人 怎么能够向永生的精 永生的神的精队骂真呢 我要去打仗 然后 你看 烧罗 王说什么 格里亚是大将军 你是17岁的少年 只能出去打仗呢 不可能的 所以 一个是正面 一个是负面 一个是先告 我的神可以帮助我 一个是说 你不可能的 你看看 他们的 他们交谈的语言 然后呢 大卫怎么说 大卫说 我为父亲放羊的时候 用狮子和熊来摇羊群 我就从 他们口中 把羊群救出来 就他要害我 我就打死他 我连狮子和熊都打死过 这位受格里外的外邦人 也像狮子和熊一样 你看 烧罗 大卫 大卫 一直记得 神在他生命里面动工 神在他生命里面 使用他 把熊 和狮子都杀了 他先告 我的神 曾经在我的生命里面 使用我 杀死了狮子和熊 所以 当非利式人 大卫 工作一世的时候 烧罗的永生们 因为怀疑和恐惧 而真的不敢出去打仗 每一天都在那边 想想 完蛋了 我不行了 完蛋了 所以 哥里亚出来呢 要以色列百姓派人来 对抗他 没有一个人 敢出去 哥里亚恐吓以色列百姓 四十天 所以烧罗和以色列的精队呢 都立脾立军了 没办法了 他们负面 他们没有宣告 所以 大卫不一样 他宣告 我的神给我力量 打死狮子 那我想请问你 烧罗 也曾经被神使用 战胜了很多 敌人 但是烧罗 没有宣告 他看到了问题 他就静下来 他看到了问题 他就害怕 但是大卫 宣告 所以 大人的勇士呢 烧罗 网和以色列的精队 都一恐急 而 灵飞 他们真的很怕 怕得真的 发抖 只有一个十七岁的大卫说 我要去打仗 神使用 刚强 壮胆的人 无论是少年 和年长的人 如果没有 刚强 壮胆的心呢 神会看到 无用的人 那你说牧师 什么就是刚强壮胆 刚强壮胆的意思是说 我要出去 我肯 我乐意的接受 神给我的工作 神给我的护照 我不怕 因为神医 我们同在 所以 刚强壮胆的意思不是说 叫你去打人 去杀人 不是啊 为什么呢 刚强壮胆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 主啊 我虽然转错 但是我要 主啊 我虽然没有力量 但是我知道 你会帮助我 主啊 我虽然 没有什么智慧 但是我相信主 我要勇敢地传福音 那 魔鬼呢 常常躲起我们的 刚强壮胆的心 带给我们不安 怀疑 恐惧和挫折 因着大卫 如此的勇敢 自然出去 出战 以示少罗王 便宜许他了 你看 他们两个人在聊天的这个 他们的语气 完全不一样 今天 我想告诉你 我们不要被魔鬼 欺骗了 魔鬼就是要我们跌倒 要我们离开 要我们不要先告 我们主耶稣的能力 要我们不要先告 主耶稣对我们的爱 要我们不要先告 神 牧养的 穿着衣服 拿着五块石头出去 到底他用什么打胜仗呢 他以先告来打胜仗 当我们怀疑 万何恐惧 战争时 要以先告来战争 我说 若我们先告 不就对方 就会输 我们要刚强 撰谈的先告 今天呢 有八成的基督徒 虽然祷告 本来也有信心 最后还是跌倒 这是因为他们在口座上 输给了魔鬼 他们投降了 他们说 哎呀 我不行了 哎呀 我完蛋了 哎呀 我失败了 我的家庭破碎了 不要这样子讲 我们要说 奉耶稣的名 我已经战胜了 我的工作 已经做得更好了 我的公司进步了 我的生意 兴隆了 我的收入 很稳定了 神会祝福的 神一定会帮助我的 我们要这样子讲 耶稣会保守我的 他不丢弃我的 所以我们要先告诉 虽然我现在受到 很大的压力 神一定不景气 但是我相信 神会祝福我的 那你要这样子的讲 这样子的先告 我的家庭有问题 但是我相信 只要我人来祷告 我们每天先告 我有个好太太 我有个好丈夫 我们的感情会更好 所以我们先告 你跟你太太吵架 你就说 我有全世界最好的太太 你跟你丈夫顶绝 你要说我在这个世界上 我的丈夫就是最疼我的 不然我怎么会有两个孩子 不然我怎么会有三个孩子 所以我们要一正面 来先告 主耶稣 我爱我的丈夫 主啊帮助我吧 我虽然对他现在很反感 因为他 他不重视 他在外面有女朋友 主啊求你给我力量 原谅他 让他悔改 那你要这样子的先告 祷告 不要说主啊 我的丈夫在外面 早点让他死吧 哈利路呀 不行 我们要先告 神 你一定会改变他 让他悔改 你一定会注目他的心 让他明白 这是犯罪 先告 祷告 先告 讲出来 我们要战胜魔鬼 大卫出去 与哥里亚 战 哥里亚 交战的时候 已经得胜了 大卫的先告 已经掌控了 哥里亚的心 你请你看看 下面的经节啊 你来攻击我 是靠着什么呢 刀枪和铜掌 我来攻击你 是靠着万金之耶和华的名 就是你所怒骂 拜领伊斯列经队的神 今日 看着耶和华必将你 照在我的手里 我必杀你 砍你的头 又将菲利斯 金兵的尸首 给空中的飞鸟 地上的野兽刺 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 然后呢 都知道什么呢 一世代中有神 又使这众人知道 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是用刀用枪 因为战争的胜败 全在父耶和华 他必将你们 照在我们的手里 你看 他再一次说 我来跟你战争 不是靠着我的力量 而是靠着 耶和华使人得胜的力量 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子 我是靠着 主耶稣给我的力量 我的家庭美满 我是靠着 主耶稣给我的力量 孩子你儿 你媳妇们 媳妇们 都过着很好的生活 我是靠着 主耶稣给我的力量 我的工作岗位 很稳定 我靠着 主耶稣的救赴 我的生意 信仰 我要靠着主耶稣 给我的智慧 我要面对 我的功课 我的学业 我的将来 那你一这样子的先告 神就会帮助你了 在魔鬼战争时 要以先告来得生 我们的先告 不能不如他 圣经说 你就被口中的话语 缠住了 被主里的语言 抓住你了 就要依靠基督 胜过怀疑和恐惧 就要做积极正面 乐观且大大的先告 如果我们的先告 不如魔鬼 就会常常输给他 所以我们在 属灵战争上 要以先告来起身 在战争 在神的话语上 先告他什么呢 先告他 依靠圣灵 然后祷告 我们在 祷告 并依靠圣灵 并要勇敢的先告 因此大卫出去 用石头打死了 哥里亚 带来了胜利 为什么呢 因为神与他同在 为什么呢 因为大卫 先告 我不怕你 你这个 菲利斯人 你是算什么呢 你看祝马 耶和华的 所欠贤的 任命嘛 所以今天 你是以后 祝耶稣 所欠贤的 而你 不要害怕 耶稣 陪伴着你 他永远不丢弃你 他爱你 我们去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的怀疑 让我们明白 每一天我们都要先告 我们战胜了 因为你以我们同在 主啊 我们不害怕 每一天都说 主耶稣 祝你以我同在 有谁能够抵挡我呢 主啊 你是我的好母子 你永远都不离开我 谢谢你主耶稣 这么爱我们 我们把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领袖 都仰貌都交托在你的手里 我们相信 我们能战胜的一起 等耶稣的领袜 太阳与河流 起来赞美耶和华 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 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 万物要歌唱 起来赞美耶和华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要唱 哈利路亚 我要跳 哈利路亚 我要大声 万物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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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我的心地心写给他 将我每一天 化作喜乐地诗歌 我要专心专心敬拜他 我要欢呼欢呼赞美他 将我每一天 化作喜乐地诗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